神阿 聖力 聖力來了 周四男人聊天夜 今天來到節目當中的是聖力大哥 哈囉大家好 聖力來了 我真的是 越来越崇拜你了 不敢不敢 对不对 想想看过去这两个月 胜利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花了大钱了 花这种钱真的要下定决心 对不对 其实我考虑很久 非常久 前情提要一下 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个疫情 在前几个月还是持续的 这个没有好转 前几个月了 你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些风险 所以说胜利大哥在前几个月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决定要用绿能运输 对不对 是的 买了一台比摩托车还贵的脚踏车 是不是 地球感谢你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纯粹是外貌协会 我被他的外形给吸引住了 你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功能 或是他特别轻 什么等等之类的 也是的 因为他是电辅车 就是电动辅助的 对我们这种肉脚来讲 他是还帮助蛮大的 你骂咖 你不是还挺喜欢户外运动的吗 挺喜欢 但是我不是那种长期在骑车的人 所以腿力我觉得还是不够 还是有差 尤其是骑山上 上山下山其实还是有差 可是你是享受那个过程的是不是 是 只不过是你要承受隔天的后果 替退 替退 你观察了多久的一段时间 你才决定说 好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我可以入手 这一台电动辅助招踏车 我觉得我观察半年有 那之前考虑的点是什么 贵啊 不打折 不打折很硬 你意思说后来下手的原因是因为他打折了是不是 对他屈服 等一下 那个你的那个牌子其实他平常是不打折的 就是他近乎是没有什么折扣活动的 对他连 他其实是摩托车起家 电动车起家的 但是我没有他的摩托车 我直接先下手他的脚踏车 也不错啊 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他外形设计是还不错 真的就是入手到现在就是使用他的频率是 还OK 下雨天不骑 然后平常上下班的时间偶尔 这样子 所以你还真的还蛮善用他的就对了 有有因为我觉得买来就是要用 不用的话我觉得这个CP值就低了 有没有买来就是要用 精打细算 我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掌握胜利先生的一举一动呢 全部都是因为在他的YouTube频道当中 他自己有交代这件事情 没错我有拍一集开箱 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 其实YouTube有上了不少片子 那包括其实像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胜利大哥法量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惨不忍睹 对对对 他自己就在就在使用他的科技假法嘛 对 那当然其实很多人对科技假法 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即使胜利大哥之前已经跟大家讲很多的心理建设 你有这样方面的问题 你不要觉得害怕 然后选择一个对的东西 让你自己觉得很有自信就好 那甚至于还是之前有不少的代言人都已经说什么高空弹跳也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风再大也没有问题这样子 结果后来其实我发现真的会找自己麻烦的人就是胜利自己 没有错 我不是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不是 在过去这两个月呢 他带着他的科技假法去做了什么事情 你去态势按摩啊 对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按摩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很舒压 很舒压 可是带假法的人应该心里面多多时候都会有一些恐惧 就是说 等一下如果 叩康的话怎么办 会不会被按出来 被抓出来 对啊 对 所以会很恐惧 我就亲自实验 实拍 还不错 我觉得 我不是很确定他知不知道 就是在按摩那位泰国女生 但是他没有去跟我提到任何有关头发的问题 他就很正常这样按 我也很正常这样睡着 是是是 你进去之前你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心理恐惧吗 就是说如果真的等一下叩康怎么办 那我就坦白跟他讲说我用法片 可是没有他没有讲 他完全都没讲 而且我事先没讲 旁边有机器在拍你也不怕 不怕啊 我都我都已经决战光明顶了 我都已经把这碗拿下来了 我还怕什么对不对 这倒是好对不对 那其实那样的过程是蛮舒压的还不错 但是按摩有机会听众可以去试试 所以说其实经过每次这么多的测试 这么多自己亲身的试验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说 对自己的这个东西越来越有自信 对我觉得我亲自实验过之后 而且我是天天在使用它 我对它是非常了解 因为没有这东西的话 我觉得全身上下穿的再帅 肌肉练的再好 都百搭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那个以头顶的那个状况来说的话 全世界应该没有人比你惨就对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惨 我19岁就已经当学长了 对啊 其实胜利的年纪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当中 其实他已经过为执行长 很多人都觉得说 大老板都应该是50多岁以上的人 其实胜利今年年50岁都还不到 可是他真的 他如果没有那一些科技假发的辅助的话 他真的视觉年龄不夸张 多个20岁都有可能 这是真的 这意思就是说 可能十几年前 我刚认识胜利这个人的时候 他明明就是一个青年才俊的人 可是如果他没有 他如果头上没有假发的话 他可能看起来就真的是50多岁的老头子 真的 真的这是实话 但其实你本来的长相是年轻的 你知道吗 还OK啦 是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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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一开始也没想到会秃头 但没想到一秃头之后 哇 人生真的关卡有点过不去 在交友 然后在求学 在工作都封闭自己 重点是异性缘 完全没有 对不对 而且其实胜利大哥一开始的工作 是业务性质的工作 对 那业务性质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都要接触人 然后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特别重要 这真的 这明显差异 比如去拜访客户 第一关就是总机小姐 对对对 哇 那个没头发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被打枪 对对对 总机小姐都看你不起这样 根本就不看你 对对对 我们现在在说这些事情没有没有对于那个就是现在 就是头顶上比较光的朋友的任何的一些歧视 但是事实上其实真的很多人是用这样的第一印象去看一个人 坦白讲我是亲身经验 我现在讲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外貌是很重要 你不一定要帅 但是我觉得外貌 基本上你自己要能够接受自己 像我头发少就很难 自己关卡都过不去 对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那么年轻 然后说哇掉成那样子 嗯 对所以后来才用到这个科技夹法来解决 因为你们的做工也够细好 所以说其实真的能够让人家看到的破绽也很少 近乎是没有破绽 是没有错 因为他就是为你量身克制嘛 就像假牙一样 嗯 他没有公版的假牙 对对对 一定是克制 嗯 所以他可以做到天衣无缝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关系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顶独特的科技夹法 对 那最近没有塞车啊 最近大塞车 我是不是问到你的痛处了 真的真的 我最近真的是有在订购这个科技夹法 还在等待的朋友真的很抱歉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现在交起了比较稍微久一点 所以说其实胜利大哥这边也还蛮伟难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最近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讲这件事情的人不少就对了 是不是 是 其实疫情我们反而生意好 真的吗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没什么 没什么事 然后就来做一个这个法片 是是是 那一方面因为有些人在家上班 他想说趁这个空档 比较有时间了 比较有时间 而且一回去的话人家稍微忘记你以前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再次回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 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全新自己 是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等待那个做工完成 是没有错 但是绝对值得啦 我觉得这产品 当然不是老王卖瓜 是我自己在使用 我觉得非常的好 其实我觉得如果面临秃头 其实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今天 可以比如说剪光头啊 对对对对 或者说你今天戴个帽子啊 你可以克服自己的关卡 我觉得那就好耶 没关系 你未必要使用这个所谓的假法 那我自己是因为使用这产品之后 我觉得找回过去的自信 就是一个好东西跟大家分享的概念这样子 没错 对不对 其实现在我能够用这么样的一个面相 跟阳光的胜利大哥讲话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要拜这些 科技之士啊 真的真的 因为他科技就是把你的头型取得非常的贴合 非常吻合这个法片 有很多的那个残酷的试验啊 大家可以到这个胜利大哥的YouTube频道当中去看看 你就知道说这个执行长真的是没事找事做到一种境界 太难赚了 那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 你可以到YouTube频道当中去搜寻哪一个关键字呢 U 秃 博 U就是英文的U 对对 秃是秃头秃 博当然是大博的博 阿博的博 U 秃博 你就可以找到胜利大哥他这个自己在经营的频道 然后里面有很多 其实不只是假法的试验 而是有很多他日常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 其实包括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他下了重本去买了那个科技脚踏车 没错 也在这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 好 大家赶快去订阅起来 你就可以知道 最近胜利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呢 好 稍微回来 想想看今天是什么节日 今天是11月11号 注意不是购物节 光棍 光棍 大光棍节这样子 对不对 那个坐在我对面的胜利执行长 现在家庭和乐幸福 事业成功 你应该离光棍这两个字很远吧 这个一一一让我想到我四个小孩 全部都给我立正站好 产值好高 四个 这个试诞要生四个很不容易耶 是啊 全部都在计划之内 全部都在计划之内 因为本身蛮喜欢小孩子 你是因为喜欢小孩才生四个这么多 那当然某方面也喜欢一些运动 好的 谢谢 让自己身心愉悦的运动 增进夫妻情感的运动 可是说真的 四个小孩现在都让你觉得说 在我觉得经营家里面 就好像在经营一家公司一样 他要有那个经营的概念 没错 你经营一家公司需要管他什么支出 然后员工客服等等之类的 其实经营家里面也好像是这样 对不对 公司跟家里面有一个共同处 就是都要教育训练 是不是 是 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教育训练好 就会影响到你的公司的品牌 公司的商誉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一点一滴 都是要慢慢的建立起来的 没有错 这个是这个胜利大哥的经营哲学 不管是经营一家公司也好 或者是经营家庭也好 其实是用心在经营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 那只不过我刚才为什么会从 11月11号这个点开始去 开始去讲起呢 当然其实 对啦 没错 其实很多人只会想到 购物节这件事情 那想到购物呢 就想到最近大家不手上都有 多出那5000块钱 对不对 五倍券对不对 对 你们公司有 就是五倍券这个东西 对于你们公司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很棒 五倍券这就是所有的做生意的都会去做一些行销促销 包括我们公司也是 你们东西需要做什么行销吗 放大 对你们来说 也算得上是趁机做一波促销就对了 对啊 我觉得是活络经济 蛮好的 就是说大家都会 因为商人都会抢嘛 抢你这五倍券嘛 来我这里花 来他那边花 那我们当然会想尽办法 使尽招数 不是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这样问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对于商家来说 对没错 趁机做促销是一件好事这样 对 可是有很多商家是因为加码加码再加码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本身所做的这个东西 科技加法 其实它是需要花工的 很费那个成本的 没错 全手工 所以说这个对你们来说 应该反而是商吧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要做这东西 懂那意思吗 因为其实你们东西本来就不坏啊 本来就有口碑啊 对对对 我们主要是做口碑 而且这产品是刚性需求 就像买轮椅一样 假设啦 你不因为打五折 去买这个轮椅来做做看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 但是我认为说 大家既然都有这五倍券 我们就一同 共同来促进这经济嘛 对 就像我买那个脚踏车一样 它后来打折了 就触动我来购买了 对哦 对啊 所以说 之前观望多久了 观望半年了 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们公司其实也不太常做 这种折扣行销 很少 对 不常 所以真的要下定决心 去做这个决定 对因为你做这个决定 基本上现在这一两年 它的所有的工资啊 物料成本啊 全部都上涨 然后你又去做一个打折 其实你的利润是缩水 我听说你好像本来利润就不高 对不对 这个我们 因为全手工的东西 假发的利润 它其实可高可低 但是全手工这种东西 它是高不了的 再高也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做这个行业 做这么久 而且做了这么热情 你现在热情依然不减 这个就是口碑 就是客户满意 一个东西如果不好 在市场上它就被淘汰 是是是 无关你价格高低 再便宜 如果假发做的假 没有用 白搭 送我都不要 所以说其实现在看到很多的顾客 很多的用户 然后因为你的产品 然后让他们找到自信心 其实这是你比较在意的事情 我非常开心 我每一个月下去中南部 都会遇到很多客人握着我的双手 这真的哦 真的握着我的双手说 胜利执行长谢谢你 不分年纪 但你也可以趁机赚一波 你又不赚 这都会台湾也没多少人学的来 赚够就好了 不需要去把这东西当成暴利 有些东西是真的需要靠良心去支撑 靠良心 对 其实比这便宜的东西太多 比这贵的也有 但是我觉得这一分钱的方式 对 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 你选择诚实面对自己 诚实面对 先诚实再承销 这感觉就卖房子了是吧 对 先诚实再 可是这是真的 但很好 这是真的 很好的手根 我觉得真的 比如说像我们常会访问很多歌手 他们也是靠一个热情在直线 因为其实现在做音乐 真的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他已经脱离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 那个唱歌走红 然后你就可以好几栋房子 在手上弄感 其实现在的音乐人 其实很多都是苦哈哈在过日子 那我本来其实以为说胜利大哥 他应该算得上是家财万贯的人 因为自己都已经撑了这么多家公司 这么多家店了这样 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真的了解你之后 你根本就没什么赚头 然后你只是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让你觉得说 其实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 有希望的面向的这样 对啊我觉得我更开心是客户 因为用了这产品找回他的自信 找回他的彩色生活 现在还会有执行长时间吗 就是说你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跟这些客户亲自的面对面去沟通的 每个月月底都有 北中南都有巡回 这件事情已经维持几年了 至少有将近十年了 就是你有任何头发问题 你想要问我请教我 或是你想要亲自看看 头发到底自不自然 然后想了解说 秃头怎么办啊等等 完全不收费 你都可以来找我 等于是一个免费咨询或谈心 免费咨询 对不需要买东西也没关系 一定要询问你假发的问题吗 个人什么问题 生孩子问题也可以询问 毕竟胜利的产值这么高 四个 走过的时候才有机会去讲这个 你为什么这么坚持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要坚持 我觉得没有坚持就已经是失败了 什么叫成功就是不放弃 没有失败 我的意思是指说 其实你现在这些贪赞 其实你根本就已经可以不用去第一线接触客户了 你懂那意思吗 就是你公司下面有太多很厉害的高手 他们都已经很清楚知道 譬如说如何面对客户 如何去了解客户的他们的心理需求 这样子应该用不着你出手 但你还愿意自己去面对这些客户 因为我认为请听这个客户的心声 不是口号也不是说说 我已经做快十年了 我亲自去听听看客户他的反应 不管是好是坏 好的话作为鼓励坏的话我们可以去作为这个改进 OK 对我之前还会亲自接客服电话 之前胜利大哥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他说因为之前你们的客服电话是24小时 对24小时 然后近乎到半夜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来接 半夜我还接得到 就是说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是24小时standby 其实那时候我好几次都睡着了 然后电话一响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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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亲个嗓 动作自己现在很清晰 对对对对 很辛苦 我觉得从胜利大哥的故事看得出来 任何事情的成功绝对都是慢慢一点一滴累积上去的 对 很多的价值并不是用他所赚的钱多少来衡量了 而是看他心里面那个满足富足 跟他帮助多少人 他疗愈了多少人 这件事情比任何的金钱来衡量都还来的重要 没错 所以说这个每两个月请胜利大哥来聊一聊他自己在最近经营公司的一些感想 或是他最近的生活的一些有些什么吃喝玩乐 是突然的日常 不要因为突然这件事情而觉得自己心里阴影面积很大 他还是可以过得非常的多彩多姿 去看看YouTube的频道 你就知道了 我们这些你知道法量正常的人 生活都还没过而YouTube这么多姿多彩呢 我真羡慕你的生活 欢迎你加入 你下次要拍什么好吃都好玩的影片可以揪我好吗 好没问题 再次谢谢魔法步屋的执行长胜利大哥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